第3658集 那森冷的长脊 光芒之上是无比蛮横的血脉神威 顿时滔天血腥之气骤然爆发 那低矮汉子手中的雷暴之力 仿佛被这无尽血腥的暴气所吞噬 湮灭 师兄 另外一名儒祖弟子身影一动 脚下滑动 已经翻腾到了血身背后 他手中握着一道雷霆之芒 瞬间化为异柄散发着雷霆法则的匕首 转瞬之间便被他狠狠地插在血身背后 前辈 叶辰见状 心下一动大喊道 竹天六道轮回天威 降临 叶辰眼神灵力 六道轮回发浮现 竹天六道的气息狠狠缠绕在煞箭之上 道无疆显然并没有在乎他两位便宜师弟的死活 此时目光看向叶辰 杀你 我势在必得 叶辰很清楚 光靠着煞箭也未必能够破开道无疆的防御 但是道无疆现在状态也极其糟糕 若加上六道轮回法足够了 轮回的法则代表着诸天至高 灭杀一切 贯穿一切 叶辰狠狠一剑 好像要捅穿一个大世界 在轮回天威的贯注下 终于捅破了 抵挡在道无疆面前的雷霆之力 道无疆目光灵力 也不管轮回威压的冲击 将自身诸多体制全部开启到了极致 顿时 一缕缕的雷光 从道无疆体内抱涌而出 铺天盖地地覆盖在整片虚空之上 叶辰的轮回天国 呈现一种堂堂正正 生机勃勃 浩瀚大气的景象 叶辰体内 爆发出火山般的轰鸣 浑身筋骨重铸 涅槃重生 叶辰整个人金光迸发 犹如太上天神 无数层虚空 在叶辰周身湮灭 一个个世界不断地崩塌毁灭 道无疆宁眉注视着叶辰的变化 好一个轮回血脉 这巍峨的轮回天威 竟然隐隐约约地 有将雷霆遮蔽的态势 道无疆的上衣再次破碎 上半身光滑的肌肤之上 无数的经脉 此刻突兀而出 状如血痕暴起一般 显得异常古怪 叶辰记得上一次 在东江狱到吴江 与酒店对抗之时 似乎也有见过此招式 但是当时他周身经脉 并不是红色 而是如同雷霆一样 是银白色的 是进化还是提升 无论是哪一种 对于修为远远低于 他的叶辰来说 都是极大的压力 这场闹剧 是时候该终结了 道无疆双掌之间 一座血色的雷霆天神小像 缓缓呈现 那无尽的血光 如同一层薄薄的沙衣 贯穿在那尊雷霆佛像之上 是师父的神通 雷霆点神尊 地矮汉子惊诧道 他们入门 比之道无疆要晚上很多 这雷霆点神尊的威能 之前也只在卷宗中看到过 未曾有幸得到如祖教诲 没想到师父 竟然如此偏爱他 另一男子心头 有些微微的嫉妒 言语有些阴冷羡慕 否则师尊 不会直接派你我二人过来了 地矮汉子却像是心中有数一样 有些自嘲地笑道 却在下一秒惊呼道 小心 血神面色不善 看来我对你们二人 还是有些心软 竟然跟我的对峙中 还有机会窃窃私语 两男人躲躲闪闪地说着话 就像是并未将血神 当成一个极为强大的对手 血神将手中长起 就像是投掷镖枪一般 朝着那低矮汉子而去 其中一个男人神色严肃 手心也露出了一捧雷霆圆刃 一刀一长挤 红色与银色相互交融碰撞 形成一道道蘑菇云 发出轰隆的碎裂的声音 血神眉目猙獰 原本他以为 他的对手 不过是如同最低级的 午休以后 没想到竟然有几分实力 他的实力 似乎是受到了限制 这血神长起徒有其表 低矮的汉子露出一丝欣喜 原本他还以为 这血神该是如何骁勇善战 如今朝朝相抗 如果不是他亲身感受 只怕也不相信 血神既已混乱 修为也因为多次损耗 始终无法回归巅峰 偶有一两招的惊鸿一瞥 但时间一长 就会暴露自身短板 但是此时 夜晨一人对峙到无疆 已经是极为困难 实在是无暇分身 协助血神一二 血神却丝毫没有慌张 他本就是不死不灭 无尽的血脉之力 哪怕是跟着二人不死不休 他也绝对有把握将二人陨杀 就在夜晨为血神捏把汗的时候 地底深处崩裂出一道 极为宽广的裂隙 一道极为浓郁的 红蓝神光迸发而出 一道兽影 从中奔腾而出 小黄 夜晨惊喜地喊道 没想到 之前突然消失在轮回墓地的小黄 此时竟然从这地底深处奔涌而现 去帮血神前辈 夜晨没有丝毫犹豫 就让小黄去帮血神 站那两位如祖弟子 小黄毛发光泽浓密 整体气势奔腾 显然气血之力已经达到巅峰 不止恢复了之前的威能 甚至还有隐隐攀升之下 双头梦魇的狂暴之气 红蓝双芒 瞬间笼罩住 如祖那两名弟子 血脉之力惊人 此时那无尽的法则威压 除去原本的红蓝双芒 还有盈盈绿芒 渗入其中 他吞噬了地底深处 那灵气巨浪 神印灵威 已经被他吞噬了大半 血宁天神豹 血神眼看小黄 将那二人团团围困 毫不犹豫 施展神通 赤红长脊之上的宝珠 散发出无尽的威压 通红炽热的光芒 正面抗击着 那滔天的雷霆之态 就如同是一捧 巨大的血腥之海 从上向下 朝着满天雷霆而去 无数的血色光团 在那幽深的鸿芒之中闪现 雷霆 黄天斩 那两人默契异常 此时手中 已经同时握住了一柄长刀 那长刀不是雷霆所画 而且一柄质地十分坚韧 上面雕刻着无数花纹的 法则神器 在刀刃之上 散发着悠悠的寒光 遮天蔽日的雷霆暴击 就这样在那两柄长刀的指引下 轰轰烈烈地朝着血神和小黄而来 包裹住他二人的红蓝之光 受到这摧骨拉朽的雷暴之力 光芒不断炸裂 又不断聚拢 小黄周身鲜亮的毛发 此时正展现着双瞳梦眼的雏形 虽然体型没有十分巨大 但是那双眸之中 不怒自威的架势 已经充分展现出了 爽瞳梦眼这太古凶兽的威力 先将那人弄死 地爱汉子此时也顾不得起他 比起小黄这等顶峰的气血之力 血神那紊乱的神力 让他们将他定为目标 血神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我不死不灭 想杀我 做梦 狂霸长吉 武汉苍穹 血神手掌钻拳 无尽鲜血从他的掌心 滴落到手中的长脊之中 那原本已经流转赤色光泽的长脊 在鲜血的指引下 体型骤然增大 如同一柄巨斧一般 上面镶嵌的宝珠 此刻也如同是染血一般 散发出来的光芒 将整片虚空染成血红色 如同地狱一般的神印族突然变化了 此刻原本已经变成尸体的那些殒命的神印族人 在这血色中竟然一个一个僵直地站了起来 一个个睁开了眼睛 没有眼白 有的是普通深渊一样的黑色 所有的死灵此时 正沿着血神长脊指向的方向 前部后继地冲向低矮汉子 原本神印族浓雾的天地灵气 在夜晨和小黄的稀释之下 已经全部消失 如今这些族人 虽然在血神的长脊光泽覆盖下 以一种无比诡异的神态 短暂复活 但是手中出现的长刀之上 却没有凝聚任何的绿色银芒 低矮汉子被这些人团团围困 那些族人已经不能被二字杀死 如今无论受伤如何沉重 都悍然无惧地冲在第一线 雷霆爆破 两人手中的雷霆 化为一粒粒的雷霆真元 毫不吝啬地朝着四周扔去 那一具具尸体 在接触到雷霆真元的一刹那 低矮汉子已经催动了爆破 他们的身躯在虚空中化为一道血雾 散开消亡 叶辰有些悲怡地看着这些神印族人 希望龙一天能够带着其他的族人 安然离开 两名弟子好不容易 才扫荡开了原本遮掩住他们的视线的尸体 此时看向血神和小黄 手中的雷霆真元再次浮现 他们已经想要快点结束这场争斗了 可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二人实化 血神和小黄的身边 如同一尊尊血色日月一样 数以万计的光球 正呈现着无比璀璨的神光 那如同太阳的光球 此时满是鸿芒 幽深的血色在其中荡漾 就像是水蛇一样 而那如同月亮的光球 整个周身都是红色的 但是在那月亮的弯钩处 却是极为照亮的蓝色神芒 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 他们两个人竟然把神通融合到了一起 两名弟子看着这一望无际的光暴球体 头皮发麻 你们不该对我的主人出手 不该 小黄发出一声巨大的嘶吼声 无数光球 在这引导之下纷纷炸裂 无数的气浪倒腾 将那二人一层又一层地遮蔽起来 两名如祖弟子 此时再也无法忍受死亡的恐惧 疯狂地熬叫起来 在那漫天的血型暴力之下 狂暴的死亡气息让他们脸色骤变 到吴江此刻看到这一幕 脸色也是僵硬了起来 他没想到 他这两个师弟竟然是如此的不中用 死 血神面色冷峻 手上的长脊一番 直接刺穿了二人的胸口 他们就好像冰糖葫芦一般 全部被血神定在长脊之上 血神面色